各位在座大家好 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 第六分局副分局長游總統 我們最近常在新聞媒體看到 我們國人不境外去求此打工 然後遭受限制人身自由 甚至被歐黨虐待的案例 最近很多 尤其到像前土在 遼國、緬甸 泰國 這一類的國家 那 這些案例有一些 特點 就像 都是以高薪做誘因 然後動作輕鬆 然後包吃、包住、包吃料 等等 誘因來吸引 一些年輕人 到國外出求職 那其實這些都是網路詐騙集團 在招攬成員的一個手法 所以希望 大家 身邊 朋友 親戚 有機會的話 要跟你們講一下 這一類 的 詐騙頭髮 千萬不要 不要上當 不要相信 以為 以為 你們自身的安全 尤其到國外 你們可能會 求助無門 可能會求助無門 那今天透過林檢的機會 來對大家 做這方面的選擇 希望大家 保護自己的人身安全 然後 今天有喝酒的話 等一下不要開車 不要開車 那 回到最後 請問 請問 請問